在这次节目里,介绍孟浩然的一首五颜律诗《过步人庄》,由于树成写稿。 孟浩然是唐代诗坛上富有圣民的诗人。 第一个替他编定诗集的王世元,说他写诗不因袭前人,文不暗谷,匠心独妙,五颜诗天下称其尽美。 这些话很能代表当时人们的评价。 他的五颜诗中,律诗的成就更高一些。 这篇《过步人庄》又恰恰是五律中的佳作。 不过他的作品乍一看去,好处往往不太显眼,所谓匠心是不容易被发现的。 如果说诗应该是纯酒的话,孟浩然的作品或许可以说像清泉,要品尝出她的色和香,还需要多用一些引勇的功夫。 其所以这样跟孟浩然风格上的特点,但有一切关系。 过《过步人庄》的原诗是这样的。 故人聚基属,邀我至田家。 故人聚基属,邀我至田家。 绿树村边河,青山郭外侠,开轩面长谱,把酒画桑麻。 带到重阳日,还来旧植花。 过顾人庄的过,是过访问的意思。 题目告诉我们,这是一首描写到朋友村庄里做客诗。 这首《武律》,在孟浩然的诗作中,虽然不算是最淡的,但它用省静的语言,平平的叙述,这样一个普通的题材。 几乎没有一个夸张的诗,没有一个使人兴奋的词语,也已经可算是弹道看不见诗的成果。 那么,我们说这首诗,是孟浩然《武律》中的佳作。 它的诗味,究竟又表现在哪里呢? 清代诗评家沈德前,曾经说孟浩然的诗,《语淡而味中不薄》。 认为它语言虽然平淡,而诗味却丝毫也不淡不,这是很有建议。 对于孟浩然的诗,我们应该透过它淡淡的外表,去深入体会内在的韵味。 诗诗的头两句,故人聚鸡鼠,邀我致田家。 聚是备伴的意思,鼠就是黄米。 老朋友用基鼠备伴了酒宴,邀我到他床上做课。 这个开头似乎就像是日记本上的一则记录,叙述一件刚刚经历的极其平常的事。 故人妖,而我致,文字上毫无渲染,招之即来,简单而随便。 这正是有益深厚,不用客套的至交之间所可能有的形式。 而以基鼠相邀,既显出田家特有风味,又可以见出代客之简朴。 这种基鼠宴,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农村中一种最亲切的招待。 这里如果把基鼠注释或者翻译成丰盛的饭菜,是不太符合原意。 基鼠就是基鼠,不能把它抽象化。 农家代客,基鼠就是上体也是唯一的真味。 他们是真诚代客,准备让你菜足饭饱吃个痛快,而不会在饭桌上弄什么花钱。 但正是这种不讲虚理和排场的招待,朋友的心扉才往往更能为对方敞开。 朴实的邀请,只能用朴实的笔调来写。 这个开头不慎着力,平静而自然。 但对于将要展开的生活内容来说,却是极好的导入,显示了几分特征,又留下了充分的余地。 有待下文进一步丰富和发展。 绿树,绿树村边河,青山郭外霞。 绿树环抱在村子四周,而青山协力在远处的城郭之外。 走进村里,顾盼之间,竟是这样一种环境和清新愉悦的感受。 这两句,上句是写《静静》,好像很随意地把一眼看到的村庄四周的景色踩入诗中。 只见绿树环抱,显得刺成一桶,也有天地。 下句,轻轻荡起底风,把读者的视线引开去。 那城郭之外的青山,一一相伴,则又让村庄不显得孤独,并展示了一片开阔的圆景。 从写景的角度看,这两句,一近一远,一逆一疏,显出层次,显出变化。 和,霞,二字,极为传神,但又完全像是信守烟来,用得极其自然。 这个村庄,坐落平野,而又摇街青山,使人感到甜淡幽静,而绝不会觉得冷清偏僻。 原代人马志远,也许是从这里,翻出了一段散曲。 红尘不向门前惹,绿树偏移,乌角遮,青山正补墙头雀,更哪堪竹梨茅舍。 不过,孟浩然的诗和马志远的曲,意境不尽相同。 这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毕竟不一样。 马志远,是生活在闹嚷嚷,以蒸穴的,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,空前尖锐的元代人。 在他的笔下,绿树遮乌角,青山补墙圈,加上竹梨吧,茅草舍。 虽也很有诗意和雅趣,但他通过描绘这种境界,表现了自己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厌烦和逃避。 所谓,红尘不向门前惹。 而孟浩然,并不把不惹红尘看得重要,反而把陈锅引来作为故人庄的陪衬。 这是处在盛堂那样一个生平时代,周围人士在人们心目中变得亲切美好的表现。 正是由于故人庄出现在这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,所以宾主临窗举杯才更显得畅快。 开轩念长谱,把酒画桑麻。 轩指窗户,长谱指场地和菜园。 打开窗户。 打开窗户,面对着场地和菜谱,摆开宴席。 端起酒杯,一边喝酒,一边谈论着关于桑麻之类的农事。 这里开轩二字,似乎是很不经意的写入诗的,却很有作用。 因为上面写的是村庄的外景,下面要叙述人在屋里的情况。 宣窗一开,自然就把读者的视线由屋外引入了户内。 让人立即想见辅客饮酒交谈的情景,进一步感到亲切容下的气氛。 然而尽管是在农家小屋之中,但由于面长谱,面前有一片开阔的打鼓肠和菜园。 因此不但不觉得局促,还给人一种宽敞和舒展的感觉。 画桑麻三个字,会令人想起陶渊明在《桂园田居》中所写的《相见无杂言》的诗句。 说明主客完全忘情在农室上面。 而且更让你有一种置身田园之感,从而引起对农作的关怀,分享收获的愉快。 于是,我们仿佛可以嗅到长谱上的泥土桑香,和不远处传来的桑麻气味。 看到庄家的成长与收获,甚至孟浩然的家乡、襄阳一带,夏秋之郊的种种雾厚和山乡风光。 有这两句和前两句的结合,绿树、青山、村舍、长谱、桑麻和谐地打成一片,构成了一个优美宁静的田园风景画。 而宾主的欢笑和关于桑麻的话语,都仿佛营绕在我们耳边。 它不同于幻想的桃花园,而是更富有圣唐社会的现实色彩。 如果说桃渊林底下的桃花园,但有点传奇的性质,令人向往。 那么孟浩然所描绘的这种境界,所创造的这种艺术美,和生活距离就更近,联系就更紧。 更能引起人们取得关于农村的回想,给人以似曾相识的亲切感。 而一旦真的来到这样一个地方,亲临其境的时候,不用说,是会有点酒不醉而人自醉的。 孟浩然曾经叹息过,当路谁相讲,知因事所惜。 对在仕途上,得不到执政大臣的引荐,深有难堪。 但这回在故人庄里,却不仅把政治追求中所遇到的挫折,把名利得失,忘却。 。 就连隐居中孤独抑郁的情绪也丢开了。 从他对绿树青山的顾叛,从他与朋友的对酒和关于桑麻的共话中,似乎不难想见他的情绪开朗了。 甚至连他的手足举措都灵活自在了。 农庄的环境和气氛在这里显示了他的征服力。 故财,饮主器,多病,故人疏。 孟浩然是因为求是失望,才不得已归隐的。 虽然栖身于山水之间,但适和隐的矛盾一直在思想上纠缠着。 为了有点儿落落广和有点儿孤独感。 现在故人庄这种农家生活,似乎使他暂时得到了解脱,并且有了几分皈依了。 诗的最后两句是,带到重阳日,还来救菊花。 等到重阳家节那一天,我还要来观赏菊花。 孟浩然皈依的表现,就是在临走的时候,丢下了这样一块。 旧菊花的旧字,是接近的意思。 旧菊花是赏菊,但又有不妖自来的意味。 带到,还来救。 这一连串词语的运用,透露了诗人盼望着从来的心思。 农历九月初九是赏菊的节日。 古人在这一天,有饮菊花酒的风险。 诗人那天,再来饮酒赏菊。 姬鼠宴的款待,自然又不在话下。 孟浩然在故人庄愉快地度过了一天之后,临走的时候,似乎根本没有想到,要谢谢故人的盛情款待。 也没有说一句对这个村庄赞美的话。 但她直接了当,毫不掩饰地宣告还要再来。 这却远远地超过了一般的赞美和感谢。 这种真帅的表示,是从一个受到健康生活的洗礼,几乎恢复了儿童式的天真灵魂中动化出来的动人的语言。 诗人之来,是出于故人的邀请。 去时却不顾虑主人将还要陪上姬鼠宴,而主动预约重来。 前后对照,这个天地对她的吸引,故人相待的热情。 作客的愉快,主客之间的亲切融洽,都悦然纸上了。 要说感谢和赞美,还有比这更真诚更热烈的吗? 但是文字却仍然很淡,只有细细体会,才能让人感到她所包含的丰富品味。 这又不禁使人联想起,遭田府秘引,美言忠诚,诗中的最后两句。 月初遮我流,仍称问声斗。 说饮酒引到月初,田府仍然拉着不让走,并且大声吆喝叫家人添酒。 这两首诗。 这两首诗的结尾,度诗写田府流人,情怯与吉。 梦诗与故人在约,一数辞缓。 但都有着非常真振和亲切的行为。 一个普通的农庄,一回基础饭的普通款带,被表现得这样富有诗意。 描写的是眼前景,使用的是口头语。 感情是安田平淡的,没有什么极度的兴奋喜悦。 描述的层次也是完全任其自然。 比一比都显得很轻松。 连律师的形式也似乎变得自由和灵电了。 你只觉得,这种淡淡的,平易近人的风格, 与他所描写的最像,腐蚀的农家田园生活,和谐一致, 表现了形式对内容的高度适应。 淡淡亲切,却又不是平淡枯燥。 这是因为,它是在平淡中,蕴藏着深厚的情味。 一方面,每个句子都几乎不见费力锤炼的痕迹。 另一方面,每个句子又都并不显得薄弱。 无论笔墨之内,笔墨之外,都值得深入体会。 比如诗的头两句,故人至基属,邀我至田家。 直写有人邀请,却能显出朴实的农家气氛。 三四句,绿树村边河,青山窝外霞。 直写周围几步,却能展现出一片绿树环抱,青山横斜的, 童画式的天地。 五六句,开轩面长谱,把酒画桑麻。 直写把酒闲画,却能表现心情与环境的惬意契合。 七八句,带到重阳日,还来救菊花。 只说重阳再来,却自然流露出对这个村庄和故人的依恋。 这些句子,平衡均匀。 把田静秀美的农村风光,单纯,此时的田家生活。 真挚亲切的人情味融成一片,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意境。 并且衬托出一个,与诗歌情调完全一致的,精神开朗, 而又不自简术的,书庭主人公的形象。 这种诗,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。 它的好处,不在于给人什么强烈的刺激,使人兴奋激动。 而在于像朴素的农村风景和生活一样,给人精神上一种滋润。 在写法上,它不是将诗紧紧地住在一连或一距里, 而是将它充担,平均分散在全天中。 也就是将艺术美,深深地融入整个诗作的血肉之中,显得自然天成。 却有所谓天法之妙,不见句法,不勾其决意的长处。 这种不炫其烈意,不卖弄技巧,也不光靠一两个精心制作的句子去支撑门面,正是艺术水平高超的表现。 清代的王世珍把这一类诗说玄了,认为是色相俱空,正如羚羊挂脚,无稽可求。 其实,就是不在形式和字句上过分雕琢和刻意经营所取得的艺术效果,还是有它的踪迹可求的。 孟浩然的与此相类似的一些诗,能领着你进入一种诗的境界,让你看到形象,感受到韵味。 但要把它的诗境,形象,韵味,归结为某一两个句子写得好,或者说是由于某种技巧的表现是远远不够的。 譬如,一位美人,他的美是空体上下,很恶,不是由于某一部位特别动人。 他并不靠搔手弄姿,而是由于一种天然的气质和风韵,使人惊叹。 正是因为有真彩内应,所以出于洒落,浑然省尽,使全诗从淡沫中显示了他的魅力,而不再需要浓世盛装了。 孟浩然的作品,说明唐诗,经过初唐四节,沈全清,宋知问和陈子昂等人的努力,达到了成熟的境地。 已经形成了圣堂诗歌,浑荣完整的艺术风格。 再往前发展,就是王维,李白,杜甫那种在浑荣完整的前提下,既有华彩,又有深刻的意境,乃至宏伟气魄的诗篇。 李白,杜甫,王维,无论是才气,还是艺术功力,都超过了孟浩然。 但是他们又都一致敬仰和推崇孟浩然。 这除了出于他们对这位前辈人格的尊敬外,无疑还包含有对他诗歌的重视。 这三位大师,并不照搬孟浩然形式上的淡。 但孟诗在淡中所包含的深厚倦语,朴实自然等素质,却被他们合理的吸取和发展。 孟浩然在创造圣堂诗歌,共同的时代艺术风格方面,是很有功绩。 刚才介绍的是,孟浩然的一首五言律诗《过故人庄》。 由于树成写稿,林田博写。